严肃代言人Selina出场 找来艺人Selina代言 虽然LG手机在台湾吃不开 市占率只有3% 但在美国却逆势成长一只独秀 市占9.4% 稳居第三名 只落后三星和苹果 LG干脆打铁趁热 和零售业龙头沃尔玛合作 发动一波流血低价战 有多便宜吃得起披萨就买得下去 热腾腾披萨摆满起司牛肉 一盒三到五百元让你吃饱饱 但这只LG手机竟然只要9.82美元 大约台币323元 这么便宜你也别期待规格会有多犀利 黑灰色金属外壳 跑Android系统萤幕只有3.8寸 相机镜头更只有300万画素 不过倒是支援MicroSD扩充 升空系统自动拍照也还不错 但问题就来了 想买就要办电信商Transform的预付卡 等于是要你强迫中奖办新门号 先麻烦来看看还有哪些低价小鲜肉 印度电信公司传出年底 要推出低阶智慧手机 只支援2G网路 预估价格约15美金 不到台币500元 评价智慧机大战 一触即发超便宜的阳春智慧手机 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